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随着春天的来临 备受欢迎的街坊节 也重返纽约市街头 今天在切尔西区 有个切尔西街街坊节 它是在第八大道的 第十四跟二十三街之间举行 而且盛世浩大的 日本美食街春季的第二场活动 就在这个切尔西街市级的第十五街跟十七街之间 在这里有不少华人设的摊位 从这条黄线进入 就是日本美食街的摊位 每一家摊位都有人高举着牌子表示那是队伍的最后 可见这种美食街通常都吸引很多人 几乎每一家都大排长龙 只有前面这几家门可罗雀 往前进看也引不起我的兴趣 哇 这家很受欢迎耶 你看大排长龙 看到了一个台湾美食摊位 排队的人也很多 看看他们在卖什么 原来是在卖盐酥鸡 这是我们主持人的一个大排长龙 打开只有一家 来、决定要让还有一位 超级老三 每个月正好 很可能 你知道的 對 就是 你應該對 你不想做一支电视剧 哦! 我应该是吗? 他们有数据 再次 我认为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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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餐 我认为了 你吃了 他在上面 哦! 是 我认为了 那是 我认为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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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层面越来越火爆 人挤的几乎是水泄不通 想挤进去看个救济也不太容易 这里也有在卖锅贴的摊位 这边又有一家台湾的 卖的是挂包 这个制作过程看起来相当有意思 把制作过程呈现给顾客看 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很吸引人 令人很想尝一口 看到那边有只大狗狗 赶快跑过去拍他 两个主人就开始将他作秀 他夹在两个主人之间的 无所事从呆某样 超级可爱 好朋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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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一般的街坊截区 显然人少多了 我真心认为 亚洲美食越来越受老外欢迎了 我今天是饿着肚子来的 想说这是美食节 饿不着的 可是想吃到自己喜欢的 要排很长的队 真的没有耐心等 这一家看他排队的人不多 我也很想去尝一尝 所以我回来了 当我决定排起队来 前面这位穿桃红衣的美女 反复地盯着我看 对我说 其实队伍是在对面街区 一直排下去 我一眼望过去 我的天啊 看不到镜头耶 真夸张 你吃到这个东西 我看不到别人 有什么准备啊 就吃到这一家 我看不到你 不那么整理 那 Moshe 我看不到你 很不懂的 中国人 你对你 我看不到你 你不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